光复香团委会今年重新改选由前会长朝梅花的丈夫吕光辉再度接任 现任的朝梅花则是担任总干事的职务夫妻交棒 继续为团委会还有地方来服务 成为了地方美谈 而新任会长吕光辉他说 今年手中老人照护社会服务 也要推动社会公益继续来为民众来服务 光复香救国团利用周末假日新任会长吕光辉 带领团队志工们扫街清零光复香的市容 好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借着团队相互支持来为地方服务 也备受乡亲民众的肯定 今年会长改选作业圆满结束 由前会长曹美花的丈夫吕光辉再度接任 前会长则转任总干事职务 夫妻两交棒继续为团务 以及地方服务来努力成为地方美团 孙末年中除了扫街服务 光复团委会也特别办理新就任会长交接 接近年终参会联谊 会长吕光辉也颁发感谢撞击纪念品给每位志工 感谢他们的辛劳付出 而这一次再度回归接任会长一职 吕光辉表示将持续办理 暑期七年深海营活动 以及老人照顾社会公益工作 共享救护团活动上的继续发展上去 那我们的山海营我会更加努力把它承办到低收入免费的阶段 那还有一些老人家的照顾 我们尽量去做 经营水电事业 这一次是第三次接任会长一职的吕光辉 除了让团务继续茁壮发展 也希望有热忱服务社会的年轻朋友加入团委会 一起来为地方奉献一本心理 记者十一日来恩光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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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